李懿講了半天說 老婆給她精神的支持喔 老婆又了解 這麼了解她 又可以教她什麼 又幫她規劃什麼 李懿是給妳什麼啊 青春的肉體 她每天會... 譬如說她問我說 妳要吃什麼 她就會馬上做給我吃 比如說我喜歡吃紅酒燉牛肉 她沒有做過 她就趕快去翻食譜 然後去買食材回來做給我吃 可能我跟她講的時候 是晚上的10點 當我早上6點起來的時候 東西已經做好了 真的假的 妳看女人真的很好搞定 妳知道嗎 就這樣 而且每個男人都會這樣的 逐一鍋牛肉女人就... 我是凌晨3點鐘收工 我去超市買 材料買好弄好到5點 這樣女人真的會喔 我可以拿到 可是為什麼聽說 妳想要離開台灣 也不是離開台灣 就主要是因為我這一次去 紐約 紐約然後遊學半年之後回來 大家都說變年輕了 什麼事都不用做就變年輕了 從裡面發自出來的喜悅 然後在那邊就可以做自己做學生 然後做自己 想做的是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然後不會有人去 就是可能跟你聊天或幹嘛的 因為比較沒有人知道你是誰嘛 對 所以妳才在紐約買房子以後 想要多住在紐約是這樣嗎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紐約 可以讓自己進步 因為我不喜歡待在原地不動 我覺得只要保... 只要只有待... 待在原地就是退步 所以我希望每一年都會有進步 然後我今年到紐約我覺得 讓我整個人都改變很多 回春 回春啊 然後有一些就是 可能以前也會覺得 現在社會的環境不好 但妳到了國外再回來 就發現台灣的社會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良好環境 對啊 就覺得台灣很棒 可是那李懿妳有覺得 妳老婆去紐約回來 越來越年輕 變得比較像小孩子嗎 有 有 就漂亮到 前一陣子我沒去吃飯 然後她比較晚來 就當打開店門的時候 我朋友想說 我今天帶了新妹嘛 就是這樣坐下來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她這樣子 多虛榮嘛 你看 真的 多虛榮 所以... 所以一個女生 一定要把自己好好的保養 當妳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呢 女人就是男人 站出來的 表演的戰利品 妳懂嗎 車子 房子 女人 都是男人的戰利品 我那時候看網路人家一個分享 如果你把對方當公主 那你就是王子 如果你把對方當太后 那你就是皇上是不是 當皇后你就是皇上 這心態滿好的 時間不早了 放他們回家 他們要拚做人 現在才1月嘛 2月19號 多的是時間 我們要等2月19號那天 好好的努力 年底我們就可以聽到 你們的好消息了 真的...希望 是不是 好好謝謝妳 而且19號那天 我們打電話公司 公司就別了吧 沒有每次見到人家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大家晚安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10點鐘 週天宇宙台新聞一個通 拜拜